吳老坑風景區位於台九線旁 東山湘與蘇澳鎮的交界處 早在清朝時期 因溪谷含有殺精的傳聞 鮮明的掏金熱潮 讓投入的錢財有去無回 家產無寮寮 吳老坑因此被人稱作無寮K 吳老坑隸屬新城溪水域 新城溪自吳老坑川山降入平原 出山口怪石林巡 被列為新蘭洋八景之一 素有吳老林泉之稱 兩岸坡地立於茶座 種出來的茶葉特別甘醇清香 讓吳老名茶遠近馳名 吳老坑風景區的範圍達400公頃 1996年宜蘭縣政府在此設立了 全台最大符合國際標準的露營營地 約有70公頃 多次舉辦全國大露營 容納1000人在此活動 露營場地被劃分為兩區 園區入口左側臨近西岸的是第一露營區 意識開闊平坦 在這裡露營能夠享受臨圈之樂 第二露營區則在園區入口右側 背山面水的環境 可仰望青天 遠眺向師把河口 陰區設備一應俱全 包含吹飾亭 營火場地 雨天集合場 男女衛浴等 配上風光麒麗的深水景色 讓吳老坑不僅能露營 還是野吹 細水 登山賞景 戶外交學等多元化油氣場所 溪水區水量充沛 水質沉浸 潛灘處是夏日清涼的首選 藍色斜頂白色烏深的遊客中心 則提供旅客豐富的資訊 而如今更多人對吳老坑的印象 是他環境教育中心的定位 一來每年春季的重要活動綠色博覽會 就選擇在此舉辦 遊客在綠意盎然中貼近自然 找回生活的純粹 另外配合縣府的相關行囊方案 全縣七年級的學生在生八年級暑假時 都要到吳老坑參與環境探索低碳教育活動 進行露營 山訓環境教育課程 探索星空 參與營火晚會 透過吳老坑資源豐富的戶外環境 培養生態知識與愛護自然的態度 更創造青春記憶中的家鄉印記 關於吳老坑風景區 有句俗艷是這麼說的 母老坑大久古 阿賢誰漂亮吃貌 意思是指吳老坑膝床上布滿許多大石頭 一碰到下雨 雨滴落在石頭上的叮咚聲聽起來 就像節奏感十足的擊鼓聲 可親自來驗證 可親自來驗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